好 刚聊到了美国在今年年底 11月的总统大选全球瞩目 但是美国自己看它内部的问题还真是不少 包括了有经济 甚至还传出了有内战之说 我们先来看经济 美国联准会的最新决议就是维持利率不变 所以大家之前的外界所预估的 可能要降息铺了个空 那么这次维持利率不变 删除了决策声明当中的紧缩倾向措辞 当然也被外界解读是在暗示政策转向 那最近几个月来呢 美国的通膨下降确实使得市场上面也开始压住 而且说联准会可能会在三月要开始降息 但联准会主席鲍尔就表示说 联准会仍然需要更强的信心 才能够认定所谓的通膨有在持续的下降 所以现在目标单是2% Ross你觉得对联准会来说 他们现在对抗这20%通膨的目标 你觉得又近了吗 差不多已经达到目标了 但是同时也有这个 因为失业率很低 薪水薪水一直往上 所以联准会很担心 他们觉得这个时候不是最理想的时间讲洗了 因为他们真的怕很担心 如果薪水继续往上的话 还会再次带来通膨膨胀的问题 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数字 就是目前公布最新大概是在3.3左右 那当然这个从整个通膨率来讲 如果是扣掉食品跟能源的核心物价指数年增率的话 其实已经降到大概2%了 他们真的觉得反正很多东西 因为过去的几年的通膨膨胀 价格已经往上 对不对 这些叶子不会把价格降低了 所以很多东西 大家都要习惯这些东西 不会毁掉一切那么便宜 责怪或肯定他的表现 都会看总统 所以拜登他都要自己要负担这个责任 虽然他不是 江西不是由他决定 但是拜登还是要负这个责任 他负全责 对 尤其是江西的时间 一定是在今年的上半年 因为下半年他解禁总统选举投票日的时候 很敏感 他们不会想有动作了 对 所以还是一切以稳定为主 刚刚我们提到川普 现在是很想要卷土重来当总统 他在接受Fox商业台采访的时候 就被问到说 那如果他当选的话 会不会保留鲍尔 让他继续的留在联准会主席这个位置上面 他说不 我不会 说得非常斩钉截铁 然后他说呢 我认为如果鲍尔调降利率 是为了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民主党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 他把这些事情都政治化了 认为鲍尔现在做 不管是 特别是降息 就是为了要有助于拜登的选情 而且呢 川普在去年8月曾经说 鲍尔在货币决策上 无论好坏行动的时机总是偏慢 上次哥觉得 川普对鲍尔的批评有道理吗 我想这一切还回归到川普的政治性格 原来我这样讲 我讲川普其实跟很多 过去传统美国政治人物不太一样 他是个非典型政治人物 所以他其实对于 而且他自己还是懂一些 比如说对于金融货币 产业经济 乃至对于国际政治 他有他自己不同的框架 大家很害怕川普 而且国际 就是大家用传统的框架 特别是对于美国 在看待这个世界框架 来套在川普身上 都完全都不适用 这个东西很恐怖 比如说我讲 在川普的时代当中 我们都体会到 他对于此刻拜登政府 我们所谓想象中的美国 对于普丁 对于习近平 对于金正恩 都是敌势 敌对的 可是这三个人 在川普过去口中都是好朋友 或者是敬佩的人 或者是可以又亲近 可能又对抗的人 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所以历经这四年之后 我为什么现在大家 包括我描述 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中国大陆你知道在四年前 我印象深刻川普输的时候 中国大陆内部就有很多评论 就表达了说 应该要持续跟川普沟通 川普还是有机会的 我在最近还看到 中国大陆有些评论还在表达 我意思是你觉得这四年当中 中国大陆就默默睡觉 看着川普吗 这四年难道中国北京政府 没有跟川普 有私下的接触沟通吗 怎么可能吗 所以真的不要说 只是在台湾在押宝 北京这已经押四年了 你说未来川普如果一旦选胜 他会怎么样进行一个抗中 我们从最近听到他在描述 对于台湾的地位 对于赖清德 对于台湾半导体 川普基本上都是负面 甚至敌视的 所以川普向来都是 政治性格是一边拿萝卜 一边拿棍子 所以未来在抗中这个概念上 我相信是绝对不会跟拜登一样的 他对习近平的态度 看待都不一样 他也不那么仰仗幕僚 还仰仗蓬佩奥这些人吗 也不一定 这四年当中大家各有发展 不过现在的网络上 有一个最热门的活计话题 跟美国有关 就是连日来 大家讨论到说 美国会不会陷入内战 听起来有点吓人 但也有人说 这根本是无稽之谈 不过会这样传出来 这样的说法 是因为德州的国民兵 正在跟美军 在美墨边境进行对峙 而这场冲突会爆发 是因为德州州长 在2023年12月18号 他认为联邦政府放任德州 被这些非法移民入侵 所以他宣布要发动自卫权 结果他就动员了德州的国民兵 就这个武装行动 逮捕非法移民 而且架设铁丝网 可是联邦政府 联邦最高法院 1月22号授权拜登总统 他派美军去拆掉了 这个德州架设的铁丝网 所以双方就开始对峙 国民兵对抗美国的国军 德州的州长现在动员 这个看起来动作蛮大的 就是他的国民兵对峙的是政府的美军 但是州政府对抗联邦政府 这样的僵局短期内有解吗 我认为短期不会有解 而且这个议题会一直延续到美国整个大选 因为川普 有几年又要选 对 因为川普阵营 事实上目前他非常倾向 把这个作为他未来 打选在里面一个重要的议题 特别是民主和共和 对于非法移民这个问题 他们的处理是南辕北辙 两方其实观点和做法都大相近 价值的问题 对 特别是川普时候 他要盖一个边界的高墙 后来拜登反对 也没有完全盖好 而且德州可以说是非法移民 入期一个前缘州 深受其苦 根据他们州长之前 对媒体的说法就是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大概已经有800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是想800万非法移民对于德州当地的财政 人力物力造成多么沉重的负担 也此他之前的做法也很极端 他大概把6万5千到7万名非法移民 干脆我用派车 把他送到像纽约 芝加哥等等 民主党当家的一些大城市 让你尝一尝如何解决这些非法移民 安置问题的这个伤脑筋 这次阻止美军拆围墙 又是他一个决绝做法的一项 但显然他这个做法 其实激起很多共和党州的共鸣 也因此佛罗里达州也说了 他要派1000名佛罗里达州的国民兵 也来加入所谓的护墙的行动 也因此从这样的一个现象 虽然说美国是不是会爆发内战 我认为就目前来看几率不高 但是美国更加撕裂 两党更加对立 这个是绝对的事实 因此这个非法移民的处理和安置 未来势必成为美国国内大选 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因此在选举结束之前 我认为这一出戏还会持续上演下去 我不想说明 这些共和党级的州长 他们已经规划下一届 不是今年 过四年之后 他们会加入总统选举 他们都会想拿到共和党的提名 你说这些就是很强硬的立场的 这些共和党的州长们 他们已经开始下一届 2008年总统选举 对 所以现在变成说 因为关键就在于年底的总统大选 所以每个人都逮到了机会 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好操作选举的工具 所以话说 谷布老师我想请教 之前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这种对立吗 就是联邦政府对抗州政府 然后国民兵可以对抗 跟这个政府的美军来对峙 然后现在看到不只是德州 刚刚也提到佛蒙特州 还有其他24个州都签署声明了 他们承诺会派出国民兵 来跨境支援德州 从过去这怎么讲的 大概四五十年好了 我印象中没有刚才讲的 美国的军队 联邦政府军队 跟地方州政府的国民兵 这样子对峙 所以确实从动员军事武力上面来看 这个是蛮大的一件事情 因为美国它那个法律 它不是一个成文法 有些是必须要遇到问题之后 才会经过法院的审理判决或等等 才会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应该怎么办 当然这一件目前讲的这个边界组铁 这个铁丝网墙的事情 很明显的 这牵扯到联邦跟州的关系 从台湾的角度 甚至从中国大会的角度 联邦一定比州还要大 联邦一定什么都管的州 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概念 对 可是Ross很清楚 美国好像跟我们的想法 没有那么的一样 就是联邦原则上 它确实是应该可以掌管 很绝大多数的国家的政策 但是呢 它也不能去逼州做一些事情 而且更重要现在是 就牵扯到了党派的利益 又要选啊 要选 要选 所以他们现在 共和党也不是所有人都赞成 动用这些国民兵 再加上俄乌还有以色列 所以现在共和党把这些绑在一起 说你这个移民如果不改的话 我你这些法案的预算 我让你过 共和党就卡着人家去党 更不用讲说 拜登自己在移民政策 你看那个CBS的名标 有百分之六十几说 两岸关系 中美国益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九点准时开讲 请不吝点赞地匡若最新闻的嘉�